满满的瓦斯桶 忍忍齐齐地排了好几排 全堆在店家门口 看起来应该有五六十桶以上 大的小的都有 非常的多 夜晚来到这也是相同情况 小的瓦斯桶还往上跌 堆得跟小山一样高 而且门口还有一台 上面都还是瓦斯桶 不止门口堆好堆满 就连货车也不放过 好多超级多 有超过四五十桶吧 这里是苗栗通宵一间瓦斯行 店门口堆满瓦斯桶 货车上起码有十六桶 门外左侧有五十多桶 右边三十桶以上 小的瓦斯桶还跌了两层 全部加起来 少说超过有上百桶 方圆五十公尺内有近一百家住户 还有一间幼儿园 安全问题让居民心惊惊 看着上百桶瓦斯堆在大街上 居民心里难免怕怕的 但瓦斯行这么回应 强调瓦斯桶内都是空的 没有安全疑虑 但看看过往的恐怖画面 瓦斯瞬间爆炸 传来巨大声响 现场陷入火海 以前曾发生瓦斯行爆炸意外 如今又有店家遭指控 违规摆放超量瓦斯桶 业者公称那些都是空桶 但邻居还是打上问号 天天体型吊胆 记者综合报导